Hello 大家好 那么最近呢 GPD这个品牌还是比较 关注度比较高的 它的旗下的 这几款的Windows掌机 大家也在遇人纷纷 尤其是 Win Mini马上要上市了 人家会在说 这是神仙打架 一个公司发了两款不同 风格的Win掌机 到底是选 Win 4 Pro好呢 还是选Win Mini好 那么 小学生是做选择题 那么我们承认的话 如果经济允许的话 还是全都要比较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就是对这两台机器 进行一个横向的比较 那么从外观来看的话 Win Mini更像是一台 UMPC 而 Win4 Pro呢 更倾向于是一台 功能强大的掌机 外观 那么从安全布局来说的话 两个机器各有千秋 Win4 Pro的话 它是带一个光鼠 和一个指纹识别 口 那么Win Mini呢 它是一块非常大的触摸板 可以方便操作 那么Win Mini还设了很多的功能键 这点的话 Win4就相对少一点 那么从接口上面来开的话 Win4 Pro的话 它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顶部的话是USB4 和一个OC口 然后它底部是一个C口 这样的话 Win4 Pro的话 接在底座上面的话 是更方便于进行一个 主机一般的办公操作 或者是主机一样的游戏体验 而Win Mini呢 更倾向于是便携 它在屏幕变大的情况下呢 尺寸 鞋带尺寸 要比Win4小很多 大家来看一下 同样是鞋带 Win4 Pro要比Win Mini 多了差不多 四分之一的大小 所以说便携方面的话 我还是倾向于Win Mini 而且Win Mini的话 只要把上盖合起来 这样的话 就能揣个兜里了 不会担心 这按键有损伤啊 或者是有误碰 这都不会发生的 对吧 因为它的开关键呢 是设置在哪里的 是设置在屏幕里面的 而Win4的话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 我放在鞋带包里面 我误出了开关 结果导致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这机器已经发烫了 所以说这两台机器的话 各有千秋 就看你平时工作需要哪 需要办公 还是需要游戏时间更长 那么如果是游戏时间更长的话 我推荐的是Win4 Pro Win4 Pro的话 它的整体的散热 大家看一下 散热是非常的好的 拿在手上游玩的时候呢 散热发热等等 都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Win Mini呢 我用了一会儿的话 它的整体的键盘 这里就会发热 然后的话 它的握持的两侧 也会有一点热度出来 而且感觉的非常明显 所以Win Mini呢 它左右都设计了这种 类皮肤的这种胶条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我们手啊 长时间接触 产生一些不适感 这也是GPD 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大家看一下 Win Mini的散热口 再来看一下 Win4 Pro的散热口 这两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对啊 所以说就看大家是怎么选择了 日常办公 摸鱼 可以选Win Mini 如果日常玩游戏特别多的 可以选Win4 如果经济允许的话 我建议两个机器都拿下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